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10.5级特大地震 突然袭军美国 其威力相当于1万颗原子弹同时爆炸 金门大桥瞬间倒塌 到处都是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而面对下次即将来临的特大地震 地震局计划通过引发核爆炸 来阻止下次地震的发生 就在前几天 地震局在检测数据中发现 检测到的数据与平常的数据完全不一致 这一数据意味着 旧金山即将面临一场特级大地震 发现情况的工作人员 马上把消息汇报给顶头上司 可领导面对工作人员的检测数据 表示完全不相信 并命令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测 找到证据后再来重新汇报 得到领导命令的工作人员 收拾东西出发 两名工作人员开车来到地震 显示最强烈的地点 加州北部森林 来到实地勘察的两人发现 现场检测出的数据显示一切正常 担心找错地方的两名工作人员 决定重新更换地点继续勘察 正在焦急寻找的两人 突然发现河边有两具动物尸体 经过检查后发现 在动物的尸体上并没有明显的伤口 工作人员猜测 两只恶狼是因为中毒二死的 两人对着恶狼正在疑惑 突然河面开始沸腾 意识到不对劲的工作人员 马上开车离开这里 回到研究室的两人发现 原来就在刚刚的地方 其实存在着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而且地理活动非常强烈 情况还远不止于此 此次阵员还与周边一系列阵员相联系 一旦发生地震 将引发下一个阵点发生在旧金山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工作人员 马上将消息汇报给领导 听到二人预测结果的领导 觉得单凭几个简单的数据 就疏散旧金山几百万人群 如果预测失误 造成旧金山是大量人物财产的损失 而自己的乌纱帽可能会因此流失 尽管工作人员具体力争 可执着的领导还是决定不考虑两人的意见 并将两人赶了出去 仔细看 此刻正在打扮的美女 上一秒还在对着镜子臭美 下一秒 世界发生地震 响于世界的金门大桥开始剧烈晃动 而地震强度还在不断攀升 7.9级 8.9级 9.2级 强度越来越大 而地震所带来的晃动也越来越大 整个旧金山市都在猛烈晃动 大楼内部建筑开始倒塌 满天的阳尘瞬间把人吞没 震动所带来的强度导致金门大桥越来越不稳定 坚固的绳索发生断裂 大桥的结构也开始掉落 桥上的汽车也一并向下滑落 整座大桥开始发生断裂 带着桥上的汽车也一并向下坠落 最终承受不住压力的大桥彻底倒塌 看着眼前的一幕 人们久久回不过来事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仅仅只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 就在地震发生后不久 地震局工作人员根据地震发生的规律 预测下一次地震 即将发生在美国的西部山脉 而面对即将来临的地震 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大胆建议 可以通过干涉地震源之间的活动 来阻止下一次地震的发生 如果要这么做 就需要引爆核爆炸 来产生足够的能量 听到如此大胆的提议 地震局领导开始对此产生不确定 因为爆炸所引起的核辐射是永久的 一旦核辐射扩散 给美国带来的危害也是永久的 面对即将要再次发生的特大地震 美国会采取引爆核弹 来阻止这场巨大的灾难吗 一场史无前例的10.5级特大地震 突然席卷美国 其威力相当于1万颗原子弹同时爆炸 金门大桥瞬间倒塌 到处都是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可美国政府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救灾 却计划要在旧金山再投放4颗核弹 原来根据美国地震局预测 还有一场更大的地震即将席卷而来 为了阻止地震发生 美国总统决定引爆4颗核弹 阻断第二次灾难的发生 时间一点一点再缩短 为了更快地阻止下次地震的发生 总统出动美国军队 开始着手准备往地底埋入核弹头 而深埋核弹头却是有要求的 必须埋在距离地面往下320英尺的深度 才能保证核爆炸之后 不会给地面带来巨大的核辐射 时间一点一点再缩短 谁也不知道下次地震在何时发生 美国上下顿时被地震所带来的阴影 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 众人争先恐后地忙着确认 灾后余生的家人平安 另一边美国军队正在加紧核弹深埋地底的工作 此时的每一步进展 都在牵动着美国民众紧张的心情 最终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第一颗核弹被成功埋入地底 下一步还要继续组装弹头 控制弹头的引线 才能保证核弹正常引爆 随着紧张的心情 最终核弹连接完成 而事情远不止于此 此次即将阻止地震发生的计划 攻击需要往地底深埋四颗核弹头 才能阻止阵线之间的相互联系 另一边 全国上下都在进行这场灾难前的大逃亡 美国民众陷入了一片恐慌当中 低震局这边 随着还需要三颗核弹的投放 地面开始继续工作 正当开采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时 核弹头在下降的过程中 地面所有工作人员开始晃动 正在下降的核弹头 也开始剧烈摇晃 随着强度的越来越大 最终支撑不住的核弹头 开始向下掉落 与核弹头连接的控制引线 同时发生断地 为了阻止下次地震的发生 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决定 主动下到坑内重新连接引线 就在连接工作即将完成时 地震再次发生 随着一声惨叫 工作人员被核弹砸中 此时 一场巨大的地震即将来临 地面开始具体晃动 地震局工作人员查看电脑显示 此次地震直接达到了7.9级的强度 由于强度的突然增大 地震局决定 开始引爆核弹 来阻止强度的继续攀升 最终下令开启所有核弹控制系统 总统办公室内 众人瞬间紧张到基点 一场史无前例的10.5级特大地震 突然席卷美国地震局计划 引发核弹 阻止下次地震的发生 随着强度的不断攀升 最终第一颗核弹成功引爆 第二颗第三颗核弹激连引爆 第四颗核弹启动 顿时地面发生巨大摇晃 巨大的气浪伴随着地面的震动 仿佛一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此时地震局数据显示 震动强度开始下降 最终地震被成功稳定下来 可正当以为一切都跪于平静的时候 工作人员发现 地震的余波并没有下降的趋势 这意味着灾难并没有彻底消除 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地震来临 原来在南加利福亚地区 还有一颗核弹头 可这颗核弹头 仅仅只在地面深处埋了270英尺 这么浅的深度 根本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 如果想要完全阻止 还需要往下深挖200英尺 并且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 了解试清紧急的工作人员 马上朝核弹头深埋的地址赶去 结果 因路眼帘的却是 海平面开始倒流 海水通通灌进核弹洞里 经过地震局数据检测 即将发生的地震强度 可能直接影响南加州的地贸结构 美国政府当即下令 让所在区域的所有人员全部动车 然而就在大家逃命的时候 这场巨大的灾难却已经等不及的要开始降临 巨大的楼盘开始晃动 建筑物开始解散 房屋开始倒塌 居民楼开始发生爆炸 海平面开始撕裂 巨大的海啸开始席卷美国 众人开始四散而逃 此时地震强度达到九级 南加州的地贸结构开始发生分裂 所有地面的建筑开始发生倒塌 强度继续攀升 地贸结构开始发生撕裂 巨大的分裂仿佛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子 深深地划开美国大陆 地面开始下线 临时组建的疏散中心倒塌 人们开始四散而逃 最终阵级继续攀升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0.5级巨大的海浪冲开大陆 恐怖的海啸追赶着人群 人们开始四散而逃 最终地震局决定引爆最后一颗核弹爆炸 等时 南加州大陆开始停止分裂 海啸停止 一切归于平静 而地震之后 等待美国的将是漫长的恢复重建 假如美国再次遭遇劫难 你会伸出猿猪之手吗